大家午安、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各位朋友們 除了三檔以外 你還想要怎麼自己 又稍微補一下 因為我們的壓力很大 然後其實無形中 一些體力各方面也比較不夠 吃三檔也沒辦法 我們吃得很久 很多 好 在人體質 有的人說我比較瘦就不可以 不然我比較冷 我也不敢怎麼補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很簡單的補法 而且吃素的人也OK 請來賓來跟我們分享 好,我們歡迎這位何鴻傑 八達產主說 有一個家庭打拚要有體力 鳳姐好,大家好 我是何鴻傑 不是女兒要補 男人也要補 因為他是一家之主 他們也很辛苦 好,另外這位他是養生達人 他就懂了很多的 很好的食材 而且讓你照顧自己 其實又不費力 又很輕鬆 又是一個溫補的方法 就是養生達人 林妍蕙小姐 歡迎 大家好 鳳姐好 另外這位 他就把自己保養得非常非常 我們的中醫師吳明珠小姐 鳳姐好 大家好 這個進補很重要 選擇錯的話就更傷身了 對 所以說有時候補得不好的時候 電腦是傷身體 有的人又在庭 你們在庭 怕不知道怎麼補 不過豪傑 我覺得他以前 人家都比較不會說 怎麼來照顧自己 不過你媽會讓你照顧 對,我媽會帶你照顧 對啊 他媽很會照顧 你又要拍戲 然後你還有樂團 你這個也是 打鼓真的很花體力 對,而且他很認真 我們打八點檔的時候 他都自己戴一個耳機 兩個鼓棒就一直說 沒有啦 我都是去旁邊說 我沒有你... 就在旁邊 輕輕的 他最主要是要練那個... 練那個啦 對,空檔的時候 練那個節奏跟那個手法 我覺得他很用心 一定要練習 可是又要等熬夜拍戲 沒有,我們情人補著嘛 這樣比較寒慢 所以我們就是要... 對啊 那你特別怎麼補嗎 所以我覺得因為我們打鼓嘛 有人說過嘛 有時候我還有兩個兒子 真的 說小孩嗎 沒有啦 我意思是我們... 因為我們有了 稍微有... 還好啊 還好沒有 常常會補一些麻油雞 有人都用一些枸杞給我補了 麻油雞是不錯吃的 不過就是吃人體質 有的人又比較熟 有的人是OK 而且外天麻油雞嗎 沒有 但是現在外人會煮一些鐵火的東西 鐵火 就是紅豆什麼藝人 那種的 他們知道我常常打八點檔都會... 都搭配那種正媚 媚啊,對不對 對 正媚啊 他怕我一直上火很不好 又被鐵火 對啊 真的,他怕我暈船 都做一些鐵火給我吃 但是吃那種真的有時候攜帶也不方便 對啊,你還要拿一個保溫杯 保溫杯什麼之類 你如果真的... 我覺得豪傑 你如果真的很累的時候 你會吃什麼 很累 很方便就是都買咖啡 便利商店買咖啡 不然就喝什麼牛 蒸牛 有時候喝什麼筐 什麼那種的 都不一樣的 因為有時候真的有時候嘉欣他帶小孩 也不是說常常有辦法 有那個時間 要自己進步 對 那都是糟糕的 但是太累 也不能每次都喝提神飲料 對不對 對 是哦 對啊 像豪傑這樣子 用提神飲料來提神的方式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在用 可是這個是一個 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是哦 怎麼說 就是說 我們現在說純老本 純老本 除了純健康 純財富本 我們要 我們人體的健康就是 我們一直在勞心、在工作、勞動 就是一個支出 休息的話 補充一些營養品 就是收入 收支平衡的時候 我們人才會健康 可是你... 因為有一些場合 你就是沒辦法 你要提神 你等於是好像一個 預借你的健康 就是把健康先借出來用 借出來用還是要還的 就類似貸款就對了 貸款 對 那你總是有一天 你就是入不敷出嘛 對 把明天的精力拿到今天來用 對 一直借 一直借 對,這個不是最好的根本方式 最好的方式 我們還是從根本 把氣養起來 精力神旺盛 然後你的整個健康 才會有足夠的健康本 那我請教一下我們綜藝師 民族小姐 就是說 夏天要進步 真的有幾個重點 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對 但其實我們知道 也就是我們很多的食物 都要什麼 都要對我們這個 那在夏天我們說 熱、熱、熱 你看我穿短袖的 眉袖來上什麼節目 超熱的 對 所以你看 我們的男主角 對不對 女主角 大家... 夏天要叫我吃麻油雞 那也真的... 但是有人體質可以吃的 但是有人體質不可以吃的 還有我們中藝來講 有些體質來講 我們就要跟食物做搭配 對 所以這個食物上 就有五味 五味 對 五味 哪個五味呢 酸、苦、甘、辛、鹹 對不對 譬如說 番茄酸不酸 酸 奇異果有沒有一點酸 對 甚至有時候 現在最近出來的 有點帶黃色的 百香菇酸不酸 酸又帶甜 所以它有點黃色 但是它又酸 這種酸呢 在中藝來講 就是煮什麼 收色 比較舒服 這個收色的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吃了以後 讓它什麼 比較不會流汗 然後苦 夏天 你看到妹妹會流鼻血 我們一定會奉上一個什麼 苦茶 苦茶或苦瓜 對 要替火就對了 這些瓜類本身就有什麼 甚至於還會什麼 降低你的這種 發炎、火氣 對 這個東西就苦嘛 也不能喝太多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什麼 吃一點 乾 甜的 甜的 乾的是什麼 乾就是... 叫乾炒的乾 就甜甜的 你說地關南瓜 對不對 然後像我們現在的芒果 是不是很甜的 這是OK可以吃 但是不能吃太多 甜的吃太多就會什麼 讓我們身體的失去又什麼 更旺 所以這個都是什麼 甜的吃太多 失太多 然後再來就辛 辛苦的辛 但是它的辛 鹹 然後就是麻 這個在中醫來講 辣 都是屬於它 但是你說 我聽起來要嚕 還要吃這些辣 它其實這個辣 你看四川人 他們... 開胃啊 對,開胃 助消化 對不對 還有什麼增加食慾之外 它還有什麼 你吃辣要流汗嗎 會吧 所以它也是一種什麼 去濕 排毒的一個方法 然後酸骨乾 鹹 下面流很多汗 我們很多的汗液就裡面的... 有時候你喝... 檀嘗你的汗 你就發現它是什麼 鹹的 所以我們的鈉 濾化鈉就跑出去 所以你在夏天的時候 其實可以什麼 稍微什麼運動飲料 加一點水 或者是做我們的菜 或者是湯 可以稍微什麼 加一點點鹹 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了 不能太多高血壓 吃太鹹不行 還有我們提到另外一個味道 在夏天很重要 就是蛋 淡水的蛋 這個蛋 這個叫淡勝利水的 譬如說我們夏天 我想要吃的就是什麼 冬瓜藝人 都沒有什麼味道 可是它就可以淡勝利水 這個是所謂的蛋味 還有在中藝來講 在一年四季裡面 我們通常會用到一個什麼 提到了 藥補 藥補 但是我們提到的是什麼 藥跟食物都可以用的一個 中藥材 常常在我們的藥膳裡面 或者是我們的養生裡面 因為它是甜甜的 甘甘的藥材 就是 我們一年四季都會用到黃旗 然後還會用到一些 夏天的藥材 又可以讓我們吃起來 口乾之外 就不會讓我們口乾之外 可以止渴 然後又可以讓我們皮膚這樣 咕嚕咕嚕 然後又可以顧肺的 甚至於有些要擋身 擋身這個東西 一年四季也可以吃 所以在夏天拿擋身、浴竹 甚至於洗養生 這些都是我們在夏天的時候 可以補到氣 又可以讓你什麼 有元氣 又不會耗損你的什麼 剛剛說的這種根本 健康本 對 而且它把骨本 不是骨本 健康本 對,存起來 存起來 骨頭的本 黃旗 基本上讓大家稍微了解 它的油鍋 油鍋 它有很多的優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夏天流很多汗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我們要什麼 補氣 要 補氣、養生對不對 這黃旗有個特效就是 它對於我們的皮錶 它會什麼 讓它比較會什麼 收斂 不會硬著 不會動不動 這個毛孔就開開 就流汗 流了還不會什麼 到了擰氣房的時候 它不會什麼 不太會收斂 或者是夏天天氣很熱 可是它就一直開著 讓這個汗一直出去 如果洗到風就感到 就感到 這種就是我們主要說 要把它什麼 給它那個 止汗、顧表 表皮的毛孔 或者是我們中醫講臭梨 這個部分要把它調起來 所以黃旗它有這個效果 然後還有什麼 它會消腫、利尿 它強大的一個 對我們的腎氣 會有幫助的作用 還有就是可以有一點 一般來講 這個氣 我們會跟 譬如說跟 它跟利尿的效果 跟消腫的效果 就會跑出來 還有一個 我們中醫常常用的 就是有時候生了肉有嗎 生出來進不去 就是也不會消 可是也不會跑出來 在那裡 這個我們叫蒼羊不化 在那裡 要好不吃好這種 我們這個東西可以脫毒生肌 甚至有的時候 有些婦女就說 奇怪 我如果跟蝦寶 我的腳都這樣緊緊 我的油脂不是不好 可是去檢查都很好 對不對 沒問題 可是你會發現 這個我們用一點什麼 黃旗加一點茯苓 甚至用一點玉米墟 連玉霧都可以吃 然後發現什麼 它已經消腫的效果也比較好 然後早上起來 尿尿也比較不會泡泡那麼多 所以黃旗 它在我們中醫的藥效裡面 用很多 用到滲的 用到皮膚的 用到抵抗力 甚至有的時候學生 不願意氣 每次都不會這麼專心 這個部分也都可以幫助到 這個部分 油點這麼多嗎 黃旗用很多 你沒辦法用黃旗煮湯來吃過嗎 有 真是有 只是它煮完後熱的 給我帶保溫杯 保溫瓶 保溫瓶 水分帶出去 其實熱的喝起來 熱的人喝真的很不方便 有時候就像一罐 我也覺得好像攜帶也不是那麼方便 好 這比較... 有時候會忘了喝 對啊,對啊 不可以 還在那邊打鼓 對,還在那邊忘了喝 好,我們請教我們的養生達人 有什麼... 譬如說 像我們對中藥來講 對東方人的體質來說 是非常適合的 這也是我們 老祖中的智慧 是 你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有什麼樣子可以推薦一下 其實就像豪傑剛才講的 就是我們常常都是去中藥房買黃芹 回來煮 熱熱的喝這樣 媽媽就說很有效 可是現代人 尤其是男生 像我兒子自己也是 你煮那個 不方便 不方便 所以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有科技廠商 他就是有出 黃芹 你就是... 裡面就是有黃芹的 有效成分在裡面 他就是拿來 就打開來就喝 很方便 是 其實如果要進步、溫步 或是補充用中藥 我覺得比較重要就是中藥宅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買 我們有時候不怎麼... 我們不能逛 有時候如果是稍微生過 我們也不一定看 藥材 藥材很重要 要選擇好的藥材 對 然後還要選擇 要對到你的體質 對不對 好像黃芹的很多種耶 對 如果達人你跟我們分享 黃芹是一般 大家都可以來補充的嗎 這個黃芹 我們現在看到桌面上 有這麼多種黃芹 這個叫作末甲黃芹 這個叫製黃芹 這是一般的黃芹 這個是紅芹 都叫黃芹 但是長得很不一樣 對,在中藥房 你都買得到這些藥材 我們一般外行的人 其實肉眼看 這個是因為它織黃芹 顏色比較深 大家一看就知道不一樣 我大概知道是... 應該是那個 這是那個北芹 這就是我們一般的北芹 它的皮比較... 好香哦 對 它的皮比較淡 然後旁邊那個是近芹 對,它是紅芹 所以它比較紅 對,然後它熟起來會比較甜 但是一般中藥行都看得到 但是我們消費者就是... 怎麼挑 對哦 這個...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 如果說有這個... 我們看... 當然仔細去看 像這個墨... 這個叫 它是在藥點裡面有記載的 不管是就是WHO 或者是日本 還有中國的藥點 都有記載這個 它是純正的黃芹藥材 它的有效成分是最高的 但是我們肉眼實在是 不太會分別 我們現在就是有這種 已經濃縮的黃芹 它就是幫我們挑選藥材 透過完整的製成 來幫我們呈現 那就是 所以就是讓我們很方便來使用 這樣 這樣說的 這是飯前或飯後嗎 這個因為它就是很溫和 不過對中醫來說就是 中醫都覺得說 空腹的時候 腰小會比較好 因為我有外遇 我的胃不好 我以前也有照過胃鏡 好 我的胃不好 所以很多東西 譬如說人家說B群 你空腹吃會不舒服 但是這個東西 我空腹可以吃 它是可以空腹吃的 如果這樣應該是 一天空腹吃一個 還是怎樣保養比較好 一開始就是說 假設我們的體質比較弱 我們一開始可以先從一天 兩包、三包開始空腹吃 體質調整好之後 就像我們健康本已經存好之後 我們就開始就是來 覺得身體比較累 意思就是說 你身體裡面呢 當你的有效的劑量 因為你很輕鬆嘛 是 所以你當然是什麼 量會稍微多一點 一天要可能吃三次 到了你呢 就是覺得比較高興 所以就開始維持的劑量 中醫不是都... 剛開始之後每天都要吃藥 對不對 就吃 但是現在是吃的是... 因為這個屬於 對,是 所以在吃的時候 就變成是... 有一點像是一個飲料在喝 是 但是問題是 你這個好開嗎 味道好嗎 這個大家可以試試看 真的不用哦 我試試看 這樣哦 這樣就... 如果你要用刀的 可以 或是輸的都可以 甜的哦 淡淡的甜嗎 很便宜 所以我們媽媽現在都很難事 都不用去買中醫有材 你不要這麼說 我們小孩也很辛苦 我要用它就發現 有更方便的方便 來照顧你 以前都要去買 我們不會挑 他也不會挑 怎麼樣的藥材是好的 現在有這個 他都有人買買 就放在玄關 和鎖匙放在那裡 讓我找出門 出門 你剛才拿到時候 帶一包、兩包 對 倒也是很方便 我們這裡面的興奮還有什麼 剛才說的黃旗 還有什麼呢 這個除了黃旗 還有 所以它的口味 吃起來甜甜的 不會有那種 一般黃旗的口味 它現在甜 它不會有人很怕吃甜的 它不會很甜 像北旗跟晉旗來講 只有晉旗比較甜 對 那個北旗是比較... 北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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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幫我鼓鼓了 白旗比較不會甜 然後比較偏向免疫力的 然後黃旗比較偏向補中氣的 是 所以 這個夾膜的這個部分 它雖然長小小的 可是它好像有效成分 會是比較高的 可是造成比較難得 好像是在比較乾燥的地方 比較有 因為它的栽種必須要... 就是溫度、濕度 它有一定的範圍 所以我們是用氣作的方式 然後每一畝 每一畝地只能生產出三百公斤 這三百公斤裡面只有十九公斤 是可以萃取出 做出兩盒的黃旗印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沙很重 對 然後整個生產的過程當中 它是有專利製成 然後我們是在亞洲 唯一一個高品質的 無菌製機廠所生產 PSGMP廠生產的 然後出廠的過程 要有經過五百一十道的檢驗 所以大家都可以很安心來喝它 好,什麼樣的族群是滿適合 還是說有什麼樣就還不適合 其實這個平常就是 大家都可以把它拿來做保健用 是 不過像這種高壓工作 像美鳳姐 平常生活都很忙碌 還有就是說 像有些人他是作息不正常 還有像小朋友 他有時候打電動打很晚 小朋友也可以嗎 抱歉,不是小朋友 就是年輕人打電動 這樣子講的話 是不是有年紀太年輕的不可以 對,我們是不建議十二歲以下 還有孕婦 還有你若是有急性發炎的狀況 我們也是建議十二歲不要喝 因為發炎的話 一方面浪費藥 一方面就越補越糟糕 對 是 還有有時候你根本不知道 是什麼原因的 就也不能亂吃 是 所以一般的話 就是覺得就是自己... 有你吃 不過就是壓力比較大 然後耗力比較多 好像比較沒力 那就可以來用這樣方式保養 還有就是現在很多人都吃素嘛 對 吃素的人就不能... 很多東西都不能補嘛 對啊,低基金還是什麼 我們就是把它稱為素的低基金 因為它有... 對,它有補到氣 雞精的補氣的作用 但是它是... 不用的 你也是 對 素的低基金 好 好 是 素的啦 素的啦 不可以說素的低基金嗎 好 還有加吸管 對 好 所以吃素的 這樣就很好 因為吃素的人 可能有的時候 營養補充不是那麼夠的話 免疫力有時候會比較降低 是 對 所以這個... 如果這樣說起來 不要保養 不要持續嘛 對不對 是 因為我們的保養跟著季節 春夏秋冬對不對 有各種各樣的這種 就是當令的 不管是食物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藥材這樣子 黃旗是一般來講 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的 因為它搭配性很強 是 少吃、多吃 或者是中間的 比如說紅旗 剛剛說的禁旗 或者是我們說的北旗 甚至說的磨頰的這種 它本身都是一個補氣的 但是它還沒像高力生 那種燥熱的補 不知道讓你高血壓 這種都還好 但是就要注意 你是不是有生病 你現在剛好喉嚨痛 口乾、舌燥 你就不能吃太多 甚至也有時候開水要多喝一點 所以這個部分 也跟我們一年四季的 你平常都在什麼 有在保養 其實你根本就不會亂生病 對不對 對 但只是說每個人都想要保養 不過不知道要怎麼補 今天我們就知道 會讓我們做一個參考、一個選擇 當然就是說 可能有些長輩不太知道 做事實上 如果你知道 你就要跟家裡的人 稍微照顧、稍微補一下 我們也要身體力 也要自己照顧好 不要讓家裡的煩惱 所以今天我又上了一課了 就是溫補 但是大前提就是 你就是不要... 可能是你感冒、喉嚨痛 發炎的時候 這段時間就先不要多喝點水 當你比較好的時候 當然有空還曬曬太陽 運動一下、流流汗 然後再補充一下養分 好,非常好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對,醫師,謝謝 謝謝 謝謝鳳姐 謝謝鳳姐 謝謝 謝謝